每到夏天之时 大家最担心的就是缺水了 如果梅雨量不够 台风又不来 我们一定会进入旱灾 但是如果有人可以呼风唤雨的话 那这个人可真是神人 三国演义里面这个桥段 大家都记得很清楚 呼风唤雨 就是借东风 好 我们现在蜀汉跟东吴联合 要拒敌 百万朝军要打来 怎么办呢 没关系 诸葛亮说 保在我身上 我能够借东风 要灭曹操的百万大军 那你想想看 诸葛亮上之天文 下之地理再怎么厉害 真的能够借到东风 你看到画面上 他开始做法 哇 你看天摇地动 他真的把东风借来 对不对 因为我们要火烧连环船 一定要有东风 有东风帮助才能 对 所以说 这个虽然是三国演义里面的桥段 但是你要想 不就是个桥段吗 对 但是问题是 这个是史书上有记载的 可是 除了这个之外 真的能够呼风唤雨的 也不过就是孙悟空 但是孙悟空 那个可是什么 神话故事 对呀 不能尽兴啊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 真的可以呼风唤雨哦 怎么可能 可是 地刚 呼风唤雨的不是人 而是一个湖 什么 真的吗 对 这个湖 可以叫雨来就来 叫雨停 就停啊 有这种神奇的事情吗 太玄了 太玄了 不可能的 我可以告诉你 旅士不爽 百事不爽 这个地方在云南 在云南的老君山上 好 这个老君山 诶 是很奇怪吗 它有个特点 它这个山上 有七十多个 大大小小的湖泊 但是只有一个湖 就叫石人湖 石头的石 石人湖 它 第一个不大 第二个也不深 但是它很神奇哦 你在那边看 哇 风光明媚 不能说 你刚刚在哪里啊 不能叫 你一叫就下雨了 什么 你一停 雨也停 怎么可能 这奇怪了吧 对不对 我跟你讲 臭巧 这一定是臭巧 你也认为是臭巧 不可能的 我告诉你 到了八九月 就像我刚刚那种音量 在叫上一回的话 我跟你讲 下的不是雨 下的是冰袍了 那更不可能了 当地人都称它叫做什么 叫神湖 为什么 你看 我跟你讲 响导弹的记者 就去了 拿一个罗号出来 开始吹 那我跟你讲 罗号其实声音量不大 你看那个云 看画面上那个云 开始锯 锯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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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你头顶上来了 也就走到你湖面上来了 然后没多久 吸吸吸 就开始下 你看多迷蒙 多美丽啊 它不会下太大 为什么 因为你用罗号吹的嘛 对不对 你是说是用个罗号吹呀吹 云进来 雨下来 怎么可能 那个导游再跑到湖的另外一边 这湖不大嘛 两亩大而已 再跑另外一边 再打好 下雨吧 我跟你讲 这下雨就真的 像倾盆一样给下下来了 它大吼三声 那个雨就变得非常的大 所以说 你只要你的声音有多大 你叫的有多长 那个雨就有多大 好 那你看 这不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吗 好了 我跟你讲 记者也不信嘛 对不对 他不信 不信说 你这巧合了 巧合 好 你还是嘴硬 对不对 我还是不相信 你还不相信 对呀 我现在放鞭炮给你看 够大声了 你放鞭炮下雨 那你这样说 石门水库要起雨 干脆在那边放鞭炮就有雨了 那我跟你讲 当然不是这样 但是在石仁湖 你就是声音越大 就越会下雨 它真的放了一串鞭炮 哇 那雨比刚刚下得还要大 下得还要久 好 立刚 我们现在要 总要有科学解释吧 为什么这个湖会这样呢 下雨的条件是什么 上升气流 一 当然空气里面要有水气 二 那当然还有凝结河 对 这三样 缺一不可 对不对 其实很简单 石仁湖 它的原理是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它这个地方 大家看好漂亮 云雾缭绕 风景 淫泥 对不对 它在海拔四千公尺啊 高山湖泊 它在非常高的地方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 它四面都还山 它四面都还着山 空气很难进来 一进来就会凝结 所以它的湿度很大 在那个地方还有一个最大的重点 是什么 你说风速小 所以在这湖面上的空气中的水气的含量就偏多了 很多 而且它一凝结的话 它会瞬间快速凝结 而且当地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 没有住家 也没有工厂 空气非常pure 非常的纯净 所以只要一有升坡 又高八度的那种升坡 到那边的话 就会造成一个空气大量的对流 一对流 加上群山怀绕 声音共振 它就会造成凝结和充足的水气 就这么哗啦啦啦啦就下下来了 而且你是叫得越大声 它就会下得越大 所以为什么石仁湖 只要你到了那边 任正能够呼风唤雨 屡试不爽 就是这个原因 原来石仁湖这个地方是因为地理特殊环境的关系 所以在这个高声喊叫之下 可能会有一些水气凝结 而变成了雨滴落下来了 但是在河南有个永城市 这个永城市的民众在晚上的时候看着外面 他可以看到汉高祖刘邦显灵 怎么可能呢 是的立冈 我们知道中国大陆它就是人多地大历史悠久 所以有的地方一些历史遗迹 他就容易流传下来一些故事 这个事情呢发生就在河南 一个农民 他的半夜就骑着他的三轮车拖拉机 载着东西要回家的时候 突然他的三轮车抛锚了 然后他就下去修啊 修修修 修了老半天起来 咚咚咚咚咚咚咚 踩着又发动了 灯一打 正好照到了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刘邦斩蛇碑啊 刘邦斩蛇碑这里 他就灯一打他一照 哎天哪 这是不是像是有一个武士 在这里 他的头 手像抓着一把长剑 另外一手又抹着自己的胡须 中间还有个护心镜 站在那里相当的雄九九气昂昂 你意思说这个上面出现的影像 让他感觉起来像是一个武士 金色的武士站在那里啊 嗯 然后又是刘邦斩蛇碑 哇 一时之间 真是 让他吓到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 然后就想起来啊 哎 这个典故是什么 就是当年 原来在秦朝末年 刘邦还只是四水亭亭长 有一天要压解着囚犯 赶到丽山山脚下 为秦始皇修竹他的万里长城 而 因为被 路程就被耽误到了 所以赶不到那里 刘邦就很怕 哎 赶到了也是死刑 于是他就跟那些压解的囚犯说 那不如 我把你们解开 大家一起各自逃命去吧 反正到了也是要死 所以大家就跑了 那就在这个盲藏山下 也就是现在 永城市旁边的 这个盲山镇 所在地 那他们就 大家各自逃命 没想到 他把这些人放了 他们又都跑回来找他 说哎 这个庭长 对不起 我们也跑不走 外面被围住了 一条大白蛇 把我们围住了 跑不掉啊 那刘邦心里一想 哎 反正我横竖是死了嘛 所以他就喝了口酒 壮壮胆 拿起了他的剑 往那个大白蛇身上 一斩 把蛇斩死了 大家就跑了 那官方要抓他 所以他就从此叛变起义 所以就有一个 刘邦斩白蛇起义 就在这个河南省永城市 盲山镇的盲藏山旁边 原来就在这个点 故事的由来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立了一个 刘邦斩蛇碑 也就是为了纪念 当年刘邦起义的 这整个事件 可是你就知道说 像这个农民陈文青 他照到了这个 金色武士显灵 他就认为是刘邦显灵 所以这故事就 一传十十千百 不进而走 越传越广了 越传越广 他本来还没有 外面这个亭子 后来这故事一传出去 大家就来要看 还有要拜拜 然后还要许愿 然后慢慢有人 甚至许愿 他可能看到什么号码 他去今天签中了 他来修了一座亭子 所以这个东西就应运而生 那我们知道 这些东西你传着传着 久了之后 你就会传到媒体的耳朵里头去 那就有当地的媒体 他们就想要做相关的报道 他也要来验证一下 看看刘邦晚上会不会显灵 他就想来看看 结果他就带着所有摄影器材 带着灯来打照 围着这块杯 前前后后绕 照来照去 没有什么东西出来 然后他们就想说 异性阑珊想说 这可能是民间的一些 相优其谈 他就要走了 就没想到 往后退了十公尺 有人手电筒往回一照 就是这样 照到有一点影子出来 有的人说我照到手了 有的人说我照到脚了 你说从远方这样照过去 就看到了现在画面上出现的这样 然后越退越后面越清楚 他们发现 原来你是要正对着他打光 才会看得到那个显灵 所以他想说 难道就是因为说 他这样要距离远 他才能反射得出来 那照科学的距离 照科学的验证下 没有人愿意说 这是显灵的事件 所以又有人 他说那会不会是 这个石材的问题 这个石碑 它是在旁边一个紫气盐 也是当年就是说 刘邦是天子 他躲在那边 他紫气冒出来 被他旅后找到了等等之类 所以说那叫紫气盐 所以那个碑用的石材是不一样的 是有点特殊 可是话又说回来 汉朝到现在历史这么久了 他下面也埋着陈胜 也埋着他后代梁王等等人的墓碑 一大堆碑在那里 为什么谁都没有显影 就只有那里有显影呢 所以他们大家就说 那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状况 那到后来大家就说 好 那我们还是又找个专家来科学分析一下吧 那专家就告诉大家 其实这块碑呢看起来算是平平整整的 看不出来有什么奇特的地方 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 专家就把水泼上去 因为水泼上去 它的沾黏效果会让它暂时成为一个镜面 那镜面之下呢 你去打光的时候 你发现晚上不管是白天晚上 什么角度正面也好 什么各种角度试过 都不会有任何东西可以反射出来 泼了水上去没东西可以反射 但是等它水一干了 也就是说它原来的那些细微的凹凸面 又出现的时候呢 再去正面打光 那个影子又出现了 所以专家最后就印证说 其实这只是因为 它的某些细微的凹凸面 巧合的组成了一个光打下去 会显现出金色武士的一个传说奇闻 原来是因为石头的构造 跟一些光影的效果 使得刘邦出现了 但是呢 刘邦在当时的时候呢 他们要逃离的时候 可是用步行的方式 要不然比较好的将领 可是只用骑马 但是现在呢 当然大家的交通工具越来越便捷 可是有些人就在思考了 我们早期用的假踏车 有没有办法飞上天呢 所有的风友们 赶快上我们的新闻龙卷风 上电视秀大头 看看上面哦 我们资料已经铺上去了 再来休息一下 来详细告诉你 请来详综